肖战与王一博,银幕情侣与现实生活中的个性差异 在数字时代,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经常会变得模糊不清 最近的一例就是中国当红眼元肖战和王一博的粉丝们陷入了兴奋和失望的漩涡中 这对组合的粉丝们,以其在热播剧《陈情令》中角色的引人入胜而闻名 他们被吸引购买了一张巨信捕捉到两位明星亲密时刻的照片 然而,当这张图被证实是经过篡改时,兴奋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教训 这一事件始于粉丝们,通常被称为CP情侣配对粉丝 发现了一个在线购买销战和王一博亲吻场景照片的报价 看到自己最喜爱的银幕情侣如此近距离互动的吸引力 对许多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 然而,当收到照片后,很明显这张照片经过了编辑 显示出明显的数字篡改痕迹 这一事件凸显了围绕名人的粉丝文化中 普遍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易受骗和数字内容易于篡改 随着先进的照片编辑工具日益普及 互联网上病毒图像的真实性往往是可疑的 粉丝们有时会因为急于表达支持而忽视审查的必要性 最终支持未经授权或误导性的内容 肖战和王一博都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他们在陈情令中展示了复杂和深厚的银幕关系 这不因其复杂的叙事和情感深度而备受推崇的剧集 只是更加激发了粉丝对这对组合的喜爱之情 然而,在银幕之外,肖战和王一博被认为有着不同的个性 肖战经常被描述为更加内向 这在公共和私人人设截然不同的娱乐行业并不罕见 另一方面,王一博以其敏感性而闻名 这一品质使他受到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 但两位演员在公共互动中展现出了专业的默契和相互尊重 在王一博意外坐在肖战戏、扶上后的戏戏之类的花絮故事 只会加深粉丝们对他们的喜爱 这些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窥视幕后轻松时刻的机会 与他们荧幕上的紧张戏剧形成了对比 在通过陈情令展露头角之前 王一博已经在各种节目中担任主持人和导师 并因此建立起了自己作为多才多艺的艺人的声誉 肖战的成名之路尤为引人注目 最初是从摄影和平面、设计领域开始 他进入娱乐行业的经历 几乎可以说是电影般的 是通过与他的前老师建立的联系而启发的 这次最近的篡改照片事件 提醒了粉丝和名人文化的消费者要 对他们所消费的媒体保持批判的眼光 他强调了支持道德粉丝行为的重要性 并凸显了名人在管理其公共形象时面临的挑战 这些形象往往难以符合粉丝们的不切实际期望 总之 尽管肖战和王一博继续以他们的才华吸引观众 但这次编辑照片事件 是数字时代粉丝文化现实的一个警示故事 他呼吁对名人的钦佩采取平衡的态度 强调尊重角色背后真实的个体 赵丽颖 白露 樱桃 蔡文静 胡歌 亮相红毯 帅哥美女们谁最惊艳 红毯上的名人们总是以他们的魅力 才华和当然 无可挑剔的时尚品味吸引人 在最近的出席者中 包括赵丽颖 白露 尹涛 蔡文静和胡歌 每个人都为活动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风采 让观众惊叹不已 让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造型 看看谁抢走了风头 以在荧幕上的多才多艺而闻名的赵丽颖 身穿粉色蕾丝礼服惊艳亮相 散发出优雅和俏皮 选择的颜色完美地衬托了她的个性 找到了甜美和成熟之间的平衡 复杂的蕾丝细节增添了一丝精致感 而她的发型和化妆增强了她的整体浪漫魅力 丽颖毫不费力地展示了她的时尚才能 巩固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接下来白露身着一袭黑色礼服 散发出低调的魅力 选择简约 她在极简但迷人的服饰中流露出魅力和成熟 黑色的色调突出了她的身材 而微妙的细节增添了她的造型深度 白露清新的妆容和精致的发型增添了现代感 凸显了她的个性和时尚品味 她在红毯上的出现无疑令人着迷 赢得了人们对她时尚选择的赞美 随着活动的进行 尹涛以她独特的风格大放异彩 引人注目 她身着一套散发出优雅和优美的服饰 以无可挑剔的时尚品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服饰的选择反映了她精致的品味 而复杂的细节增添了一丝奢华感 尹涛的自信散发出来 她毫不费力地占据了红毯 以无可挑剔的时尚风格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 蔡文静以她时尚而成熟的造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她穿着时尚 散发出自信和优雅 精致的手工艺和对细节的关注展示了她 无可挑剔的品味 而色彩的选择凸显了她的自然美 蔡文静无懈可击的妆容和发型增添了她的魅力 使她的造型达到了时尚的新高度 她在红毯上的存在无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巩固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最后 胡歌以她的优雅和绅士风度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她身穿一套经典的服装 散发出典雅的气质 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服饰的选择展示了她无可挑剔的品味 而微妙的细节增添了一丝现代感 胡歌迷人的气质和不费力的魅力吸引了所有见到她的人 赢得了人们对她无可挑剔的风格和无可否认的魅力的赞美 红地毯活动不仅展示了时尚 也是对娱乐行业多元化才华和个性的庆祝 每位名人都为活动带来了自己独特的精华 为现场营造了充满活力的氛围 为粉丝和观众们创造了难忘的时刻 赵丽颖选择粉色蕾斯礼服不仅凸显了她的女性魅力 还展示了她将优雅与俏皮无缝融合的能力 她的出现充满自信和优雅 自她踏上红地毯的那一刻起就吸引了观众 凭借她的标志性微笑和无可挑剔的风格 她留下了令全球粉丝共鸣的持久印象 白露的黑色礼服看似简单 却是她低调而迷人魅力的名正 清晰的线条和微妙的细节展示了 她的精致品味和天生的时尚感 白露自信的态度和沉着的气质增添了她 整体造型的魅力 巩固了她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并从各方获得了赞誉 蔡文静的时尚优雅造型 证明了她作为时尚引领者的地位 打扮得令人印象深刻 她散发出自信和魅力 凭借着无可挑剔的风格和优雅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蔡文静对细节的关注和前卫的选择 使她在红地毯上脱颖而出 赢得了时尚爱好者和行业内部人士的赞誉和钦佩 胡歌经典而时尚的风格在活动中脱颖而出 展示了她永恒的优雅和不可否认的魅力 穿着完美 她散发出自信和优雅 以她温文尔雅的态度和雌性的魅力吸引了观众 胡歌的无所谓风格和魅力十足的个性 使她成为粉丝和时尚评论家的最爱 巩固了她作为娱乐行业真正偶像的地位 总之 每位名人都为红毯带来了自己独特的风采 以无可挑剔的风格和魅力让观众惊叹不已 虽然很难确定一个人是最令人惊艳的 但显然每位明星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大放异彩 展示了他们的个性和时尚品味 从赵丽颖的优雅魅力到白露的低调魅力 尹涛的优雅与成熟 蔡文静的时尚风格 以及胡歌的永恒优雅 红毯活动确实是对时尚和才华的庆祝